欢迎收看可乐姐姐讲故事 亲爱的宝贝们 晚上好啊 今天可乐姐姐为大家带来的绘本故事是 十一只猫盖房子 这十一只猫啊 在山坡上发现了一个房子 这房子到底是谁的呢 小猫们最后住进去了吗 快和可乐姐姐到故事里听一听吧 十一只猫开着车 沿着乡间的道路不停地向前驶去 哇 风景真美 好辽阔的原野啊 它们穿过连绵不断的原野 看见山丘下有一座旧房子 虎猫队长把车停了下来 是一座没人住的空房子 哈 真脏啊 好 今晚就住在这儿了 十一只猫找来了扫帚和水桶 开始大扫除 它们扫掉了屋顶的蜘蛛网 但去灰尘擦干净地板 渐渐变干净了 真开心 兄弟们 就把这儿当成我们的家吧 好啊 赞成 哇 真是亮亮堂堂啊 是个漂亮的房间啊 我打听一下 一只猪从窗外探进头来 我叔叔家就在这一带 是不是这里呢 不是这儿 不是这儿 这里是十一只猫的家 喵 喵 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能让我进去一下吗 喵 虎猫队长拦住了门 这里是十一只猫的家 喵 喵 喵 那我叔叔的房子在哪里呢 嗯 应该是这里啊 别让奇怪的家伙再找上门来 写一块牌子吧 这样好 这样好 这里是十一只猫的家 快看 那只猪在山坡上 在干什么呢 它在搜集原木 它要做什么呢 我明白了 它打算盖房子 啊 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 它会盖成什么样的房子呢 反正就是猪窝呗 下雨了 活没法干了 下得可真够大的 怎么觉得那只猪挺可怜的呢 是一只猫 把那只猪叫进了屋子里 猪兄弟请进来 哇 都湿透了 快坐到火炉边 把衣服烤干 谢谢 你们真是好心人啊 猪很高兴 食一只猫的心情也很好 兄弟们 我们食一只猫来帮猪兄弟盖房子吧 三层 大家齐心合力 就能盖成漂亮的房子 真的吗 真的吗 各位猫兄弟 谢谢 谢谢了 猪高兴快乐 今年会来很大的台风 我正想着 要在台风来之前 把房子盖好呢 虎猫队长 给猪兄弟的房子 画了设计图 是一只猫 动手干活了 他们开着车 一趟又一趟的 运来原木和木板 咚咚咚 邦邦邦 咚咚咚 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邦邦邦邦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二楼上还有阳台呢 再等一会儿 再等一会儿 我的新房子就盖好了 真的盖好了 可是门牌上竟然写着 十一只猫的家 没错 因为猪兄弟的房子 盖得太漂亮了 十一只猫又舍不得给他住了 这样猪就住进了 十一只猫的家 这样也好 这里本来就是我叔叔的家 猪猫 猪心里想 天亮了 风呼呼地刮了起来 乌云不停地飘过 木栅栏被刮蹬后 又被吹走 台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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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咔嚓 房子要被刮跑了 呼呼 咔嚓咔嚓咔嚓 呼呼 喵喵喵 猫兄弟的房子被刮跑了 猪惊讶地说 呼啦 哦 十一只猫被吹到了半空中 向远处飘啊 飘啊 飘 亲爱的宝贝们 是一只猫盖房子的故事啊 就为你讲到这儿啦 这十一只猫啊 还真是小小的贪心呢 如果它们老老实实地 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嗯 那就不会被台风吹跑了呢 真不知道 它们最后会飘到哪里呢 好啦 今天的故事啊 就到这儿啦 等如我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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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